各位朋友,你們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收看肥坤的片 今天是11月2日 今天是澳門的公眾假期 周圍都不用上班,有狀狂打風 澳門追思節公眾假期 肥坤一早趁天氣還不太惡劣 出來逛街先吃早餐 出來十六浦碼頭,新馬路街口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的11點 天氣就陰陰天,有少少風 無無雨 可能晚點,天氣就越壞了 仍然是3號風球澳門 聽到香港中午1點2點就說刮8號 但澳門就未有聲氣 可能先看看 先安靜一點 出來街逛,有很多地方都沒有裝防水閘 沒有裝防水閘 似乎這個風對澳門是否沒有影響呢 人都不緊張 現在緊張是疫情 全澳核酸 全澳核酸 剛剛11點結束 七十幾萬人已經做了 還有少部分人可能趕不及 要自肺炎 要付錢 要不然就變黃馬 變黃馬 就 身體不舒服 去哪裏都不可以 我們進來十月初五階 新馬路同十月初五階交界 我們看到這個新建築物已經拆棚了 六角 六角 以前是舊六角拆棚 現在已經拆棚 形狀就一般 樓層就不是很高 五層都沒有 今天我們走走十月初五階 打風天 現在 地下開始 毛毛雨 濕濕地 走這些石板路 就 小心一點 走 馬路上 這個小時 11點多 還是很靜 沒什麼人 現在眼睛 這班年青人 就可能剛剛想完茶出來 爛香港 有很多年輕人 現在轉行去試爛香港 舊式的茶樓 今天澳門 從今天開始 又要繼續 尿鼻過 在家裏做快測 連續做三天 政府派了 還未用得完 還可以 有些隱蔽 在這裡 用完 我們來到大龍鳳 就比較靜一點 只有兩三台 十月初五階 這裏是十月初五階 中段 這段以前是很旺的 現在是水靜河飛 來到康公廟前地 那些 妖備的採養站 全部都暫停 打風 全部都拆回下來 那些飯堡全部拆了 要下了風球 才重新再裝 看澳門現在的疫情 還有機會來多一次 傳聞 核酸檢查 因為最後一單的送貨員 到處去送貨 差不多去澳門每一個地點 範圍好廣 可能真的要來多一次核檢 再來多一次 好 這裏是中國國貨公司 繼續走走走 十月初五階中段 這裏很多舊式的茶葉店 舊式的店 馬路上人少些 雖然說不用上班 不用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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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留在家 趁好今天又是假期 可以睡晚些 十月初五階 還有很多舊的店 店舖關了門 許立基 搬到營地大街 擴充了很大間 這裏是舊鋪 好 打風天 澳門的街道 每一條都是這樣 比較冷清 幸好暫時還沒有雨 大部份的店 大部份的店鋪都 有開門的 尤其是飲食業 全部都有開門 來到這個位置 南平 看上去便會疏 沒什麼人 幾台 我真是老街坊 光顧 現在很多人都找些新式的食物 品種太少 南平 價錢 追得上別人 價錢 十月初五階 最不好 就是沒有行人路 這車是周街白 所以又要望前又要望後 沒有安全感 行十月初五階 我們繼續行十月初五階 我們繼續行十月初五階 很快就來到沙蘭仔口 周圍看看 不用上班,不用上學的日子 是差不多的 由於天氣不好,又遭適疫情 很多市民都傳訂貨 食物都買多了少少在家裏 所以,超市都安靜 現在最往都是外賣 車手就接單接不切 基本上這間店鋪 開門都沒有太多客人 很疏 至於這邊拍不拍水浸呢? 十月初五街 我看到那些店鋪都沒有裝防水閘 每個人都習慣了 總之打風下雨 就浸一下浸少少 也不會浸得很緊要 我應該會浸到腳眼 差不多 如果是水大也是 旁買澳門都會跟著香港掛8號 很快 我們又走完這段十月初五街 來到工人可樂館 工聯大廈 這裡是海邊新街 也叫沙梨頭 馬路上 都不是很多車 行人都好少 我們走上少少 看一看 旁邊的街 旁邊的街 都開了檔 今天就更晚了 可能 11點多 那條馬路也是很安靜 梳梳落落 這裡是沙梨頭的海邊新街 這邊是陸記 陸記 晚上有開的 打風天 漁船都彎了 水 回到澳門拍 好 我們下一集再見